就是孤祥知道 这文和武之间 你们觉得 对大圣而言 孰重孰轻啊 城主 臣以为此题不妥 有何不妥啊 大圣以文立邦 以德智天下 乃先祖之志 君师之教也 可举继位朝廷 选拔人才 一座天子治理天下 则不可不论 道德 礼法 文章也 武道乃莫留小记 若殿士论之 天子崇之 则下必孝燕 天下封从 臣孔暴民封起 永 许月 城主恩泽徐家 命女娃娃 同世子一起读书 你可不要辜负了 这难得的机会啊 那我问你 唯正已得 这往后该怎么说呀 唯正已得 唯 吴先祖恶出 吴君师恶制 二者偏忙 焉已安忍 孙先祖而龙君师 殿士事已止论 道德文章也 太成大人 城主所说的武 乃是安邦治世的大道 而非私斗犯尽的小记 须元帅刊定西北 嚷出外祸 保我大胜太平 所依平的 正是这武道之大者 我就说嘛 还是小乐懂我 懂姑的本意啊 尚心岂敢妄策 臣只是有感于 城主夫人一门的忠心 和功勋 有感而发罢了 只是锦月 你如果能早日归来 就更好了 太成 锦月说的极事 姑说的 是治世安民的大事 而非武刀弄棒的小事 既然如此 臣无话可说 不 提目既定 便可以开始酝酿作答 若有疑问 可以随时提出 好啊 这两篇 皆为华彩之章 臣也为可举 行了 行了 太成 这个今天时候也不早了 咱们都回去洗洗睡吧 好吧 时辰上早 城主怎么就不批了呢 姑从早上开始看到现在了 这次啊 这次啊 算是姑求求你了 你就饶了姑吧 行吗 蒙先主八主 立身庙堂 敢不尽心 敢不尽心竭力 我都会背了 太成 不在这一时啊 回去休息吧 城主 这次李维选出的人才 将来都是大晟的栋梁 怎可这 无毒 宋太成和二位大臣 先回去谢谢 太成啊 明日咱们再尽心竭力 太成 请吧 呃 夫人自己兴高采烈出的题目 怎么不直接批事 这就卷了 ess人这不是妄辞了吗 这总不能在众人面前 让大家看这儿堂堂城主 打小抄吧 你还有理了 笔拿来 你干什么 我不需要你帮我 刚刚我都跟泰成说好了 明日在战 好 那你自己看吧 对了 程主 你看这篇是不是写得挺好的 不是不让我看吗 言辞直白 无甚出彩 有什么好的呀 这文采怎么样我就不知道了 可是这篇是写军户的 句句在里 而且颇有自己的见底 妾身以为啊 咱们选臣子是要选能干的 而不是选那些 一事作对 此早华丽的 尚可 今日 妾身可是选了一个有用的臣子 程主 你要怎么奖励妾身啊 奖励 你要估奖励什么呀 我看你 很能取悦你自己啊 是 什么意思啊 难道是因为 今日亲身改了题目 惹重主不开心了 我不开心 你在意吗 我看你 我看你今日跟萧锦月在大殿上 聊得非常地欢 你懂我 我懂你 甚是心有灵犀呀 姑今日就不应该去 费心帮你出什么题 不 等等等等 咱们不是在聊考卷吗 怎么还把人家萧锦月给牵扯出来了 那再说了 我跟萧锦月聊得来 不是实属正常吗 城主忘了 小的时候 就我们俩相处的时间最久啊 是 姑十岁就立为王储 就得单独跟着泰城学习用人之道 而萧锦月呢 陪你到了十六岁 等你跟我大婚 她才离开金安城 出外游历 你们之间的回忆啊 姑哪儿赶得上啊 城主 姑姑 雀身怎么觉得 城主今日说话酸酸的呀 莫非 你是吃醋了 姑吃醋 姑乃城主吃什么醋啊 简 简直是笑话 你就是吃醋了 原来就是因为在朝堂之上 妾身多跟萧锦月说了几句话而已 再说了 就算我跟锦月有什么 那也是大婚之前 大婚什么 大婚前怎么了 你说 没事 姑都知道 城主你知道什么了 你说的切身都要信了 萧锦月那点小心思 你以为姑不知道吗 你就说吧 你 是不是对萧锦月 你几日前拿着黑镜毛管 可不是这么跟我说的 你 你 没什么你这帅的行了 萧 萧什么行了 好 你快点火 兄长 这人啊 是要睡觉的 这不睡觉会出人命的 你困什么呀 电视也未去 听说你在府中睡醒了就斗曲曲 这斗乏了又继续睡 你是公爵 怎么可以如此地悖懒呢 不听 不听 兄长念经 徐尤然 你能不能发明一种食物 让兄长乖乖地去睡觉的那种 不呢 公爵自进门 说的话 可比城主要多得多 城主 可有什么 扰心之事 太婆 我以前最喜欢来你这里 你总是能帮姑 解开心结 可是城主 今日自从进门以来 未曾言说烦恼 臣 实在不知 该做如何解释 姑 想让你帮我看看 那 萧锦月跟徐玉 谁 萧锦月跟徐玉 兄长 你在想什么呢 自从你上次喝银耳羹之后 我就觉得你奇奇怪怪的 长嫂做事一心为你着想 我是看在眼里的 你要对她起疑心 那长嫂可真要心寒了 她心寒 我还心寒呢 太婆 快帮姑 看一看心向 城主说的 臣看不出 但 臣倒是看出来 今夜城主夫人 倒是有应付了 什么 夫人 宝剑 你怎么来了 夫人 您在这儿倒是热闹 您要是再不回去 城主就被双人大人抢走了 好 城主夫人 您看您现在进去真不合适啊 好 好舒服 夫人 夫人来抢乘主了 说人啊 你今天这身衣服 穿得可真漂亮 谢城主夸奖 城主 城主 妾身 这力道如何 特别 刚好 城主 城主夫人 妾身是错了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都是妾身的错 是妾身处壮 夫人 姑今天不想见到你 你先回去吧 你这是做什么 向我示威吗 我一个坐拥三妻四妾的城主 有什么理由去质疑一个心里头 只有姑的夫人呢 再说了 你又不信任我 我不得多跟内院走动走动 一杯不时之需啊 过些日子就要举办琼琳宴 庆贺新科进士 到时 城主 得携夫人一起出席 城主 到时好自为之吧 你威胁我 我怎么敢威胁你 哪里威胁你了 就刚刚 那还不是因为你 因为我 你是因为你自己吧 城主夫人 大家都是侍奉城主的姐妹 还望夫人多体谅 莫相欺惨时 你闭嘴 你是在为萧锦月跟姑生气 城主说反了吧 姑没有生你的气 姑只是担心萧锦月 她别有用心 我们三个从小一起长大 她的人品 你心里还不清楚吗 感情的事情 人品和理智管得住吗 要不怎么城主一出征 她萧锦月就回来了 还天天来这里给母上请安 城主说得是 人品和理智 如果都控制不了 心中的妒忌的话 那如何去管理文武百官呀 妒忌 姑妒忌她 笑话 你们男人总说 妒忌是女人的恶邪 你们男人又何尝不是呢 你看你刚刚姓冲冲的 冲进易华宫的样子 那是因为姑在乎你 你在乎的是你的身体吧 就我现在是副皮囊 难不成我还能跟萧锦月睡 你的妒忌根本就毫无根据 你 姑真是搞不懂你了 去北京的时候 我第一次觉得 自己是你的妻子 可是回来之后 才发现你我只是陈属关系罢了 我一直以为 你我可以真正做得两不相宜 可是后来我才知道 是我太天真了 你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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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奉剪的 你哭了 你哭了 我哭了 你哭了 你哭了 我和宝刀都不知道该振哪一朵 摆在琼琳宴上了 夫人 夫人 宝剑 我们尚未入院前 这萧锦月是不是常来徐府啊 锦月是不是常常去徐府 夫人何须问宝剑啊 宝剑 你去看看玉兰花开了没有 岔子烟红开遍 倒是更显得玉兰洁白如玉 清新素雅地可爱 是 夫人 你不去琼琳宴候着 到这里来做什么 我赶早去给珠母大人请安 刚从此安宫出来 路过此地 是路过 还是打听了本夫人恰在此处 夫人 我确实有话要对你说 我知道你这些年 在这里过得不开心 也知道你在内院过得如履薄冰 你是自由自在惯了的 小玉 若是有一天你想离开的话 我一定会尽全力帮你的 离开 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哪 放肆 我何时与你这般亲近了 梁子 若锦鱼冒犯了夫人 还请夫人赎罪 我方才为你图的 是荆草墨 荆草墨 你忘记了 十二岁那年 你我还有你二哥 一起玩闹 那时候你二哥不慎将我推倒 我臀部受伤流血 我们不敢告诉家里人 是你找了很多荆草 揉碎了给我支血 从那时候起 我就养成了 一直把荆草揉碎了 带在身上的习惯 臀部 亲手 你忘了 我早忘了 我再跟你说一遍 我是夫人 你是朝臣 以后不许再这样跟我说话 还有什么离不离开的话 以后不许再提 你 该去备了 请 诸位寒窗苦读 一招金榜提名 可喜可贺 应 应大喝一杯啊 是不是 来 姑干了 好 怎么 有什么不满吗 不满 怎么敢呢 承主 穷林宴乃文人雅籍 甘喝酒可不想 不如我们来对诗吧 奉长大人的提议好 真是了解城主 那城主出题面对诗吧 对诗 对诗好啊 看来城主心中已有主意 那是自然 只是姑想听听 锦月有什么更好的想法没有 既然城主刚刚提了酒 那我们就以 美酒为题怎么样 美酒好呀 果然呀 锦月的想法和姑的想法 还不相上下 莫不如就随了锦月吧 既然题目已定 锦月学识书浅 就由我先来抛砖引玉了 是离燕舞 阴歌帝 重拾闲云 也鹤鸡 唯念精华 折留者 远持杯酒 望于归 好文采呀 来 姑啊 敬你一杯 张浩然 城主很是喜欢你那篇 关于文武之道的文章 你是舞举人出身 但又精通文理 实在是难得得很哪 小生张浩然不敏 承蒙城主钦点为状元 就莽撞出列 先来献个丑了 穹林宴上落莺香 玉碗城来 琥珀光 实在苦读 灯尽事 经安从此 事无香 好 好诗 好诗啊 诸位果然好文采 诗也对得很好 不像那些 只会舞刀弄枪的武将 你们以后啊 才是大晟的希望 都要努力啊 是 城主 我等定当努力同心 共安设计 努力同心 共安设计 好了 接下来啊 就由逍遥宫 带你们对诗 好 顾县去更衣了 恭送城主 不 会读书了不起吗 会做事了不起吗 姑没有 你就有 你守无腹肌之旅 我嘲笑过你吗 我爹 他征服扎姆夕 考得是银事作对吗 我孤身一人 公亲出征 平复北境 我显白过吗 你就是觉得我读书少 故意让我在这么多人 面前出仇 没有这个意思 你就有 还有我告诉你 我跟萧锦月 根本就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那三年前 我看到他了 就他那个酸肉的样子 就知道死读书 还说什么 大丈夫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你说这肚子里 有点纹模又如何呢 这还不是烙得像个 小鸡仔 妾身没有说过那样的话 妾身想起来了 当时 妾身是在数楼那个西席 我爹也不知道哪根筋错了 非要让我读什么女界 我当时看见那个老西席 我头就大 不过后来 她被我欺负的也没好到哪儿去 总之成主 妾身没有说过你的坏话 因为以前 妾身觉得你是这世上 最完美的人 看来以前是孤误会了 你不明白 你不明白 你如果真的明白的话 当初就会来问我 也不会把误会 藏在心里那么久 说白了 城主就是不信任妾身 我 我没有这个意思 你凶我 我没有 你有 你出去 我 我 我没有这个意思 你凶我 我 妾身明白了 如今这凤仪宫啊 是你的地盘了 那我走 谁 还有 孤读 我的拳法现在如何呀 城主的拳法自然是出神如化了 这都是我的战场上学来的 城主就是城主 学什么都快 马屁精 对了 把这糕点和茶水啊 给夫人送去一份 是 主夫宝剑 别说是我送的 是 这夫人披公文的样子 怎么跟城主一模一样 我的尊官 你吓我一跳 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吗 城主让我给夫人送茶点 还特意嘱咐说 不让夫人知道是她送的 不让夫人知道 为什么 闹别扭了呗 闹别扭 过来 宝剑姑娘 我问你 你有没有发现 这段时间城主和夫人怪怪的呀 你也这么觉得 刚才城主练拳的时候 那一招一式想极了夫人 夫人这几个月 倒是也不与我连见了 而且突然稳重起来了 你说 这是怎么了呀 你别瞎瞩目了 这自然是习惯趋同 心灵相通了 这就是夫妻相 这 可是 他们相互也不理对方啊 我先走了 我去 这 这 你 你 你 我 何 我 我 什么啊 下去候着吧 是 以守则固 怀敌复远 续民安邦 何而为业 我 喂 我的城主 还没试毒呢 你怎么喝了呀 以后啊 不用那么麻烦 你 这 这 细细想来 城主这段时间 真的是太反诚了 不动 不动 城主 顾取文书来 好 混脑 混脑 我这刚一觉得饿 你小子就把吃了送过来了 揣刺过我的心思 揣刺得过准的呀 我这里煮呢 好 丞主英武不凡 乃世间寒痞 我是说你觉得 丞主跟以前有什么不同 总管此话怎讲啊 我六岁禁运 八岁跟着丞主 丞主的一切我是最了解的 他以前遭人算计 吃了又毒的陶糕 多亏姜院长把他给救回来 从那儿以后 丞主见到陶糕 他都不敢碰 有的时候见到还会 还会呕吐 然而今日 我刚才去给他送陶糕 他不但没有呕吐 还狼吞 还狼吞 虎咽的 总管 您到底想说什么呀 约来 我对你怎么样 总管对约来自然是好的 就像家人一样 我跟你说 一会儿去到里面 把你的东西给我拿出来 知道吗 如果让你可能说到这里 它不正常是好的 给夫人送去了吗 回城主 无毒没有进去 直接给保健姑娘了 行 那你先下去吧 是 夫人尝尝看妹妹的手艺 妹妹真是手巧 这糕点做得这般精致 我看着都不忍心下口 这都是保刀姑娘叫我做的 怎么样 夫人觉得口外还行吗 十分软糯香甜 保刀姑娘今天怎么不在啊 她呀 没事就喜欢去私善间转悠 城主夫人 城主有令 召夫人前去觐见 好 我知道了 你先退下吧 我待会儿就去 城主主妇无毒 一定亲自带夫人前去 真是不巧了 夫人您先去吧 妹妹这就先行回去了 改日再来向夫人请安 好 这女人心哪 真是海底针 这女人 城主只让夫人一个人去 这是为何 城主就是这么吩咐的 好 保险你留下吧 是 这不是去冷冤的路吗 城主叫我来这里做什么 你确定是这里吗 夫人放心 说吧 究竟怎么回事 夫人 马上就到了 城主在里面等着您呢 那城主可有说 是因为何事即召我 五毒不知道 五毒 城主从来没有带我 来过这个地方 你到底居心何在 夫人 城主在里面等着您呢 您一看便知啊 也罢 他呀 倒是没少给过我惊吓 死 老人 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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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猴公 王主 您好大的膽子 撑住夫人 近日无毒 得罪你了 放下来 你可知绑架夫人是什么罪吗 夫人 我管他什么罪呢 我今天豁出去了 夫人 你就入室抄了吧 你把 你把城主怎么了 你不好好伺候城主 你在这儿胡闹什么 夫人 你装什么糊涂啊 我说的不是那个假城主 我说的是真城主 哪有什么假城主 城主就只有一个 城主以前对夫人是褪毙三舍 可是这半年突然变了 我以前没有多想 我现在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说 你是不是怪城主不恩宠于你 你把城主给绑架了 你找了一个极其像他的人 来冒充他 你还是给他喝了什么迷魂汤啊 你笑什么笑 你瞒得了谁 你也瞒不了我 我自幼侍奉城主 城主的脾气秉性 我是最了解的 别人看不出来 我肯定能看出来 现在这个人绝对不是城主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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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know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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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